因為昨天有說就是 明天副議案投票還是會一次投反對票嘛 那會不會擔心說明天可能投票過程還是有一些攻防呢 要怎麼因應 明天的投票我們就按照議事程序好好投嘛 那個時候韓院長所主持的黨團協商 我相信全程轉播嘛 我那個時候其實有當場提議啊 說我們是不是要 在黨團協商的結論上面牽制啊 不會有其他包括佔領主席台或是破壞 整個議事投票的過程順利 能夠進行的這個結論出來 那個時候民主進步黨團的總召柯建民就說 這個不用簽啦不用寫啦 我們在這邊就已經針對有關於複議的過程 大家坐在這邊 討論要怎麼進行 民進黨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 那我們希望可以相信 柯建民總召在黨團協商的會場 跟大家所做出這樣子的保證 因為那個黨團協商的過程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 所以我希望 我也相信 明天 整個副議案投票的過程 可以非常順利的來完成 可以非常順利的來完成 謝謝大家